戈登31分5得23、11 火箭送马刺4连败 木雷空砍32、10、11 北京时间1月13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火箭客场挑战马刺 火箭近期又是遭遇了3连败 排名依然稳居西部垫底 马刺对内新人仍需加速成长 也缺少一个绝对的核心 近期也是3连败位居西部倒数第5名 经过四节熬战 最终火箭客场以128比124战胜马刺 结束三连败的同时送给对手四连败 数据统计 马刺 木雷32分10篮板11助攻 3抢断0失误 沃克11分2篮板2助攻 普尔特13分6篮板3助攻2抢断2盖茂 迪奥普11分6篮板2助攻 普里莫4分2篮板5助攻 福布斯21分2篮板2抢断 凯尔登约翰逊18分5篮板 瓦塞尔12分5篮板 火箭 戈登31分2篮板3助攻 泰特13分6篮板7助攻 伍德23分11篮板 波特18分4篮板2助攻 格林14分8篮板2助攻 奥古斯丁9分3篮板3助攻 马丁6分4篮板 克里斯托福6分3篮板 泰斯8分2篮板 比赛回顾 首节比赛一开局 双方状态都不错 比分始终紧咬 紧接着 伍德和戈登联合得8分 马刺队 也是不甘示弱 里兔外投 双方战成12平 随后 火箭队迎来爆发 轰出一波15比3的攻击波 取得两位数领先 马刺队拼命追分 瓦塞尔连得5分 福布斯3分也有帮助球队缩小分差 奥古斯丁连中2G3分回应 福布斯3分也中 首节比赛结束 火箭39比36领先马刺3分 次节 火箭队泰特率先扣篮得分 随后 福布斯3分回进 紧接着 火箭队里兔外投打出一波 7比0的攻势 马刺队请求暂停 暂停回来 马刺队强攻内线连中两球 克里斯托弗连得6分 霍尔特尔罚中一球后 马刺反超比分 随后 泰特被吹一级恶意犯规 上半场比赛结束 马刺67比63领先火箭4分 一边再站 火箭开始追分 他们连中3分一度反超马刺 此时 迪奥普3分命中带队回应 霍尔特尔打成2 1 沃克扣篮得分 马刺队轰出一波11比1的攻势 再度拉开比分 火箭请求暂停 暂停回来 马丁命中一记3分球 戈登连中两个3分独得10分 三截战霸 火箭91比90领先 马刺1分 莫杰 火箭持续保持火热的手感 他们连续冲击篮筐 凯尔登约翰逊连中两个3分顽强咬住比分 随后 火箭队迎来爆发 伍德连中两球 波特连续两个3分将分差拉开到两位数打停马刺 马刺队也是不甘示弱 随后 马刺轰出一波12比3的攻势 比赛悬念重新燃起 戈登却自罚自抢终结比赛 最终 火箭128比124战胜马刺 结束三连败的同时送给对手四连败 双方首发阵容 马刺木雷普里默 乌克迪奥普普尔特尔火箭 波特格林戈登泰特伍德